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国語研究的内容 这个Kuranhoju里经常会出现一个比较句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一下形容词比较句的用法 这节课我们学习下语法,下节课我们进行练习 好,我们大体,大体,总结四点用法,四点 我们看一下第一,基本的,基本的句型 它是形容词的比较句 A,比,B,后面形容词,这是基本的 A和D,有力,什么什么 好,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妹妹,妹妹,比,姐姐,高 形容词,高 A,妹妹,B,姐姐,中间,比 好,那妹妹,妹妹,姐姐,中间,比 妹妹,妹妹,姐姐,高 好,这个是基本的句型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 那A,比,B,后面一样形容词 但是形容词的后面有具体的差 比较相差的,具体的差 第一种情况,具体的差 这个时候呢,一般是具体的数量 具体的差,具体的数量 这样的意思 好,那第二种呢,还有一种情况是 差が大き 相差,比较大 后面一般会用 的多,多了 就是A,比,B,形容词的多 或者,多了 好,那还有一种 差が小さ 相差,小 一点儿,一点儿 A,比,B,形容词,一点儿 好,我们通过这个例句看一下 一样的 妹妹,比,姐姐,高 刚才学习了 高,高多少,高多少 具体的,答えてきなさ 高三公分,三公分,三センチ 这是具体的 还有,高,妹妹比,姐姐高三公分 大概这样的 还有,妹妹比,姐姐高,这个差が大きい 高的多,高的多 或者,高多了 高的多,或高多了 好,第三种 妹妹比,姐姐高 嗯,ちょっと,少し 一点儿 妹妹比,姐姐高一点儿 这个意思 好,三种情况 好,第三种 第三种,那A比B 后面,副词,副词 副词,更,或者还,然后形容词 那意思呢,是B,B,很,怎么怎么样 那Aはもっと,怎么怎么样 好,看一下例句 妹妹比姐姐更高,或者还高 那,姐姐很高 好,姐姐很高 那,妹妹比,妹妹比,もっと高い もっと,背が高い 嗯,更的意思 其他的,别的形容词很,非常特别 不能加,不可以 嗯,只有,更,或者还 好,这是第三种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第四 它的否定形式 否定 那A比B,形容词,否定形式是 注意是,B,没有A,形容词 那,否定词是,没有,没有 嗯,那也就是说,嗯,这个 嗯,妹妹比,姐姐高 否定,姐姐,没有,妹妹高 嗯,お姨さんは妹より,性が高くないです 嗯,这个,大概 嗯,形容词比较矩 四种基本结构 嗯,好,那你们明白了吗?